这个温柔美艳的伤分身在独自神伤 却突然听见自己死去的儿子在呼唤自己 他四处张望找寻 正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竟然真的看到自己的儿子站在石桌之上 女人赶紧抱住自己的好大儿 下一秒 却发现自己抱住的竟然是红衣厉鬼 原来卧龙真人杀掉韩迪尔之后 就来找到了段红 段红哀求卧龙不要对自己家人动手 但下一秒却被卧龙控制了心神 竟然让他去杀自己的丈夫戴案 此时的戴案因为卷入卧龙一案 正在蹲大牢 段红竟然就打开门走了进来 戴案见妻子神色异常 还没反应过来 段红抽出匕首就向戴案杀去 还好戴案也是个恋家子 制住了段红 段红挨这么一下 人立马清醒了 就想要拉着戴案逃命 但刚走出去 卧龙真人阴魂不散 过来一掌重伤了戴案 卧龙正要取他性命 段红用身体护住丈夫 千军一发之际 幸好王富曲及时赶到 跟卧龙交起了手来 但卧龙这人道法颇深 还吸收了韩迪儿的全身经济 王富曲竟然拿他不下 钟魁便跳了出来 要替天行道 但卧龙真人算是个人渣 这道法修炼还是非常有高度 用替身之术逃了出去 段红和戴案趁着刚才混乱 逃到了破庙里 戴案这时受伤颇重 段红给他找来了水 但这还没喝一口 水就消失不见 没水喝呢吃个烤番薯吧 但刚拿到嘴边 竟然就变成了石头 这一切都是卧龙在暗中作怪 虽然段红不离不弃 但大案件事已至此 也不想拖累妻子 竟然趁着段红入睡 走到庙外自尽了 发现丈夫自尽 段红痛不欲生 拔刀就要随丈夫而去 匕首却被直接弹开 这卧龙属实阴魂不散 包拯向来刚正不阿 不信鬼神 但居然设上了法坛 要请天师钟魁下凡一叙 请了半天没反应 竟然气得直接破口大骂 骂了半天 钟魁才笑呵呵地显出了身形 钟魁告诉包拯 自己已经盯上了卧龙真人 但他非常的油 给他跑了一次 下次一定给他安排上 让包拯静观其变 说完就告辞了 钟魁回去地府 照出五只小鬼 去人间打趟卧龙下落 自己决定去卧龙真人的 紫霞罐走一圈 钟魁早就猜到 卧龙真人一定会故地重游 果不其然 卧龙正在要对段红用墙 感知到钟魁兄弟三人 便化作一阵阴风 卤着段红溜了 钟魁扑了个空 只能继续找寻 但钟魁心中早就想好了地方 此时包拯还在开会 研究如何寻找卧龙的下落 突然听到衙门院子里 惨叫连连 展昭立马冲出去查看 却发现满地都是牙翼的尸体 惊讶之于 一股红灵竟然静止攻向展昭 展昭立马拔剑抵挡 谁想到 宝剑砍在红灵上 竟然发出了金石之声 硬是砍的不断 没过两招 展昭就连人带剑 被卧龙制住了 刚才还开会研究 怎么去抓卧龙 没想到他竟然敢杀上门来 南侠展昭跟随包拯数载 从来就没在功夫上 吃这么大憋 只因跟他动手的不是常人 而是道长立鬼 展昭没两下就被制住 勉强发力 展开了钢筋一样的红灵 一转眼却看不见 卧龙真人的身影 展昭正环顾四周 却又被神出鬼没的卧龙拿住 眼看卧龙就要动手 包拯及时跑了出来喊停 卧龙见正主出来了 扔下展昭 只取包拯而来 一套九阴白骨爪威艺十足 就要取包拯性命 那包拯毕竟是文曲星下凡 脑门的月亮可不只是光好看 顿时冒出万丈金光 给厉鬼卧龙刺的直冒白烟 倒飞出去 包拯逃过一劫 但并没有欣喜 只担心再这样让卧龙搞下去 只怕有更多的人受害 卧龙剑来硬的不好时 便又用射魂法控制了断红 要让他去刺杀包拯 被控制的断红击鼓鸣冤 面见包拯之后 拔出发簪就要动手 那当我羽毛斩招是个摆设不成 制住了断红 包拯自然看出他是被卧龙所控 放走了他 但断红不愿再被卧龙操控 竟然有发簪自尽在了卧龙面前 这下因为卧龙而死的几人 在阴曹地府就碰头了 一个个的都跟没事人一样 等着排队投胎呢 但这时钟魁又冒了出来 表示大家先别急 投胎之前先帮忙搞卧龙一手 有仇报仇有冤报怨 就给卧龙设了个局 果然卧龙上宫 跟着熟悉的琴声来到荒废的紫霞观 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三个女人 竟然都在这儿 卧龙都成鬼了 但还是银虫上脑 跟着几位好妹妹跳起了舞来 一顿转圈 整得卧龙眼花缭乱 正要跟着跑过去 却被王福曲拦住了去路 包拯也带人赶了过来 今天要给卧龙来个瓮中捉鳖 王福曲跟卧龙一番交手 没拦住 还是让他打破窗户跑了出去 看见包拯 杀红了眼的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冲了上去 斩招都没拦住 但却被包拯正气反振 弹了回去 终于将卧龙逼得无路可退 钟魁闪亮登场 终于卧龙在扶摩宝剑的威力下 彻底灰飞烟灭 卧龙一案终于得了 未被卧龙伤害的人们报了仇 包拯还亲笔画了一幅钟魁像 以纪念这次阴阳合作 不都不说 画的还真怪像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